印度、俄罗斯、日本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探阅任务 这让印度很尴尬 因为印度登月方案最复杂也是最落后的 稍有不慎就没法登月了 印度登月方案是在地球轨道附近抬轨五次 在月球轨道制动五次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40天 变轨制动次数特别多 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登月失败 印度也不想登月方案搞得那么复杂 但是没办法 印度推力最大的火箭就是LVM-3 但是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8吨 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只有2吨 而月船三号重达3.9吨 没法直接把它送到轨道上 只能慢慢抬轨 7月19日印度的探阅项目月船三号 第三次轨道提升机动已经完成 轨道数据是228×51400公里 这表示月船三号已经一扫前几天低轨道的阴霾 正式开始了奔月之路 但各位千万不要以为印度就可以高枕无忧 反而暴露出了一个严重问题 月船三号三次轨道提升机动后的轨道分别是 第一次轨道提升后的轨道 173×41762公里 第二次轨道提升后的轨道 226×41603公里 第三次轨道提升后的轨道 228×51400公里 第四次轨道提升机动在7月20日下午2到3点进行 这个轨道数据相比印度的月船二号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月船二号第一次轨道提升 230×45163公里 月船二号第二次轨道提升 251×54829公里 相信就算不了解的朋友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了 一开始两者就存在高度差 到了第三次变轨时 已经累计了4.4万千米的高度差 因此二号可以用五次变轨飞往月球 但三号至少也得变轨六次才能飞往月球 这还是在顺利的情况下 要不然就不只是六次了 可能是七次或者八次 多几次问题倒是不大 最麻烦的是变轨次数多了 燃料消耗过度了 到时候进入月球轨道时没法刹车 各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先猜猜 等下小编告诉大家 首先我们了解下月船三号是如何奔月的 航天器从地球飞向月球 并不是对着直接飞过去 而是需要一条轨道 因为月球绕着地球公转 每时每刻位置都不一样 而从地球飞向月球需要时间 所以科学家必须计算出一条轨道 抵达月球附近时 月球刚好在那里 这个轨道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比如阿波罗登月 载人的阿波罗飞船在大推力火箭的推进下 直接进入了地月转移轨道 这是最快的 但需要大推力火箭 并且还是载人飞船赶时间的那种 再几天就能抵达月球的需求 一般的探测器都不需要赶时间 反而经济性要求更高 比如等个个把月都没问题 但资金可以节省100万美元 首先选择肯定是省钱 这种不需要大推力火箭的方式 只能将探测器送往地球静止转移轨道 然后再在近地点加速 然后一点点让远地点抬高 直到远地点可以够着月球轨道 这种轨道转移方式就是霍慢转移轨道 抬高轨道远地点够着月球只是第一步 之后在远月点减速 速度低到可以让月球捕获 并进入一条大椭圆轨道 然后在近月点多次减速后 进入环月轨道 比如月船三号也将进行五次减速 进入一条100x100千米的绕月停泊轨道 不仅出发时候消耗燃料 到了还得消耗燃料 所以月船三号出发时 消耗过多的燃料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 要是没有足够燃料刹车 月船三号的命运会如何 两个结果 一个是会重新进入地球这个大椭圆轨道 因为这条轨道的中心点就在地球 所以它还是会回到地球附近 然后一直在这条轨道上游荡 直到近地点的空气阻力 让它轨道再次下降 最终将会坠落地球 另一个则是无法减速 但轨道刚好与月球运行位置交叉 那么出现的结果就是硬着陆月球 这点也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结果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印度的登月项目 月船三号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这是印度航天史上最重要的发射之一 如果月船三号失败了 印度后续航天活动将会受到影响 甚至可以说重创印度航天 印度虽然没有公布过探月三步走策略 但是印度正在这样做 月船一号进行探月活动 月船二号试图进行软着陆 遗憾的是月船二号失败了 着陆器在距离月球 仅2.1公里的时候失联了 后续证明月船二号着陆器硬着陆 已经摔成碎渣 但是轨道器还载轨工作 所以印度将其称之为95%成功 2019年11月16日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公布了调查结果 认为坠毁是软件故障引起的 从月球表面上方30千米高度 下降到4.7千米的第一阶段按预期进行 速度从1680米每秒降低到146米每秒 着陆器的发动机只能以20%的增量 在40%至100%的范围内截流 以这种渐进方式截流 发动机不足以完成减速 因此下降第二阶段期间的速度超过预期 再加上其他控制和制导相关问题 标程速度降低的偏差超出了 机载软件的设计参数 最终导致着陆器硬着陆 与月船2号相比 月船3号还是有改动的 比如激光高度指示机改为了印度国产 并且着陆器有5台发动机改为了4台 去掉了中间固定推力减速发动机 原计划是作为吹除着陆地周围月尘使用的 但ISRO认为其可能会影响着陆 因此这次的月船3号还是有很大改变的 另外在软件上肯定也做了修正 不至于出现月船2号同样的问题 但坊间也认为 仅仅依靠4台变推力发动机 可能存在减速推力不足等情况 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如何飞离地球 要是这次连飞离地球都做不到 估计印度的探月计划得归零了 月船2号的失败 已经对印度航天产生不利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月船3号 月船3号继续执行登月任务 但是资金只有7500万美元 而月船2号的投资高达1.42亿美元 月船3号这么便宜 主要是从探测器上省钱 探测器成本只有3000万美元 其余是发射成本 其实说实话 在探测器上省钱是最不应该的 都想要花小钱办大事 但也有一句说法叫做 钱要花在刀刃上 印度在探测器上省钱 就意味着携带的科学载荷变少了 最直接的是轨道舱没了 只有着陆器和漫游车 他俩没法自己激动 后面再加一个推进舱 推进舱虽然不是个空壳子 但是也只携带了一个科学载荷地球光谱偏振仪 能探测到的月球资料有限 从科学载荷也能看出 印度这次登月正值意义大于科学价值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月船三号如果失败 对印度航天来说是致命打击 月船三号发射之初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索马纳坦 接受采访表示 印度很多后续航天项目计划 取决于月船三号是否成功 如果你继续失败 没人给你下一个任务 月船二号的失利已经导致 月船三号探测成本大幅度减少 如果月船三号任务也失败的话 印度后续的航天计划 金星探测 戏外行星研究等都会受到影响 目前全球只有三个国家 实现了月面软着陆 分别是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 中国嫦娥三号实现了在月面软着陆 嫦娥四号实现了月背软着陆 嫦娥五号实现了月球采样返回 中国登月项目五战五截给了世界一个错觉 登月很容易 让印度觉得我上我也行 结果被狠狠打脸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